哈囉單車時代的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我們是位在上海 這次單車時代特別過來參加上海展 那我們除了來上海之外 今天也特別移動到SYB新生養的產品發表會 那站在我左手邊的是SYB新生養的總經理Josh 跟大家打算招呼 大家好我是Josh 其實單車時代這次過來是時隔四年後 再重新回到上海展來看一下 整個市場的狀況、產品跟疫情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確實我們也有發現 感覺跟疫情之前有一些差距 那畢竟我們是以媒體的角色來看嘛 所以我們也很好奇說 SYB新生養以代理商的身份 來觀察大陸市場這幾年的變化 Josh有沒有一些可能分享啊 或一些自己的觀點可以分享給單車時代的朋友 好的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SYB新生養集團 在台灣是1996年就成立 那我們在2006年就已經在中國開始 我們的公司叫做信生養 那一直經營到現在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在剛剛提到這一波在疫情前後 我們可以定義做20年、21年、22年到23年這段時間 其實中國市場有蠻大的變化 我可以說當然你們在這次的展覽會 其實也聽到許多的消息 大部分來說我們都在這個行業內感覺到 是蠻蓬勃發展的 大概是從疫情後開始 21年、22年就非常的火熱 然後23年在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大家還是持續的投入在開店 以及銷售上面也是持續有很好的成績 剛剛有提到車店部分 因為昨天是開展的第一天 我們就有跟一些大陸當地的車店老闆 有稍微聊一下 他們其實有提到兩個比較普遍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通常都是用可能需求很猛烈 變化很快速 這樣來形容大陸這兩年的市場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對於大陸車店開的速度 其實是蠻為之驚人的 特別是這一年 那我想問一下說 Jush平常代理商也跟車店有很多的接觸 那您是怎麼看車店這一塊發展的狀況 我們在疫情這兩三年可以感覺到 有些品牌的車店數量 也就是經銷商數量 是在翻倍成長的 然後幾乎每一個城市 原本的經銷商都在連續 在開兩三間店在這兩年的時間 雖然實際上總體的經濟環境 其實大家並不是很樂觀 因為實際上很多餐飲業領售業 都是在非常不好的狀況 尤其是在城市在封控的期間 其實很嚴格 那但是自行車在這兩年 其實像是歐美的情況也是一樣 它是需求暴增 那在中國市場也是一樣 大家對於騎自行車 突然變成一個很新潮的運動 那也伴隨著很多車店 在這段時間需求大增之後 就不斷地在擴張 但是我們也觀察到 它其實是一局部的現象 有一些品牌發展得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品牌 其實在前面這兩三年的時間 因為供應鏈的短缺 所以有許多二三線的品牌 它並沒有很好的供應量 甚至說基本上沒有供貨的情況下 就只有頭部的幾個品牌 在瘋狂的開店 理解 所以其實這樣來看還是有區別的 對 因為有的好有的壞 那雖然看得到有貨的店 他們生意很好 但也有一些店 它其實沒有貨賣 它就必須要再去轉品牌 重新再開 比較有供應鏈 比較充足的店這樣子 了解 那以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疫情之後 我們從21年、22年 再包含現在的23年 其實大家會 當然會看到可能一波是比較 高峰的熱潮 那對比於可能19年 09年、10年自行車也有一波熱潮 14年、15年也有一波熱潮 那我想問一下說 George畢竟也在業界 有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你覺得這一次這波熱潮 您是怎麼看待它往後 可能明年後年的趨勢 我自己從09年入行 到現在已經14年 然後進入中國市場 其實從10年 我就已經在跑上海 那14年的時候 我就常住在上海 那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這一波已經算是第三波的 暴漲 就是大家突然都想開店 然後銷售數字也很好看 但是在過去的數字 我們知道有些品牌 甚至突破了250萬台 在中國市場 那個已經是全球 很多品牌的銷量的總和 都達不到 那我們在這一塊其實 看到現在的量增 其實並沒有以往的那麼大 還跟以往 還不到以前的量 但實際上他們在單 我們在單價上面 譬如說一台車的單價上面 其實是比去年提升很多很多 然後還有一點比較值得觀察 是我比較慶幸是 現在買車的族群 很大部分是年輕人 而且它實際上 他是願意把車拿出去騎的 他不是只是買一個酷炫的東西 騎兩下就不行了 現在是很熱衷在各地的自行車運動 像這邊有很多的湖 像環湖的運動都可以 好幾千人甚至上萬人 有點像是台灣的北高 或是雙塔 然後另外在自行車單價上面 因為這邊的消費力 其實是還是蠻強的 所以自行車單價到 3萬塊到10萬塊人民幣的車 這是我們公司主力的銷售的重點 其實在這一塊還是增長的很明顯 然後再來是大眾對於自行車 高端自行車的認知 其實已經變成是 以前他們可能只知道 兩三千塊的自行車 就覺得很貴了 但是現在你跟他說 兩三萬自行車他會告訴你 我的朋友還有 其實五萬十萬人民幣的自行車都有 所以已經變成是 自行車變成是高端運動 這個已經被大眾給認知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在市場上 其實有一些競爭 有一些庫存過高的問題 已經都已經聽到零售端 那邊有這些訊號了 然後也會有一些倒賣的機械狀況 所以其實這個會不會持續繁榮 我們當然希望我也沒有辦法預測 但值得觀測的就是說 這些有庫存的他過度積壓 還有其他品牌前面兩三年沒有庫存的 他們陸續到貨 在這個消化速度上面 是不是能夠健康發展 我們當然不能期待說都一定很健康 但是我們公司來說都要做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供給的跟銷售量的一些調配的準備 這樣子 因為這兩三年其實大環境 以大環境來講 整體經濟像通膨啊 然後包含俄烏戰爭 然後剛剛Josh有提到一個關鍵 大家去年都在討論的就是庫存問題 所以其實總總加起來 整個全球的自行車市場 歐美啊大陸啊甚至台灣 都還是有蠻多需要面臨到的狀況 那帶到一點 大家最近最常談到的就是一化這個趨勢 因為疫情期間歐美不用說 電腐車是蓬勃的發展的嘛 那我們也很好奇說Josh有沒有觀察到 一化這一塊在大陸它是怎麼樣的演進 怎麼樣的趨勢 首先歐美流行的e-bike 主要是在e-mountain bike 登山車系列 還有e-通勤車系列 城市車的系列 那在我們這塊市場 其實MTP相對是比較少 然後再來是通勤上面 在大陸主要他們有電瓶車 那在台灣有摩托車 那其實通勤的需求如果以 大家有騎摩托車都知道 其實跟真的e-bike它的通勤的載量 跟方便程度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是 autobike可以騎到上百公里時速 但是這e-bike基本上25、36 這之間就已經是它法令的規定 那在中國更特別是因為 他們從很早很早開始 就已經在做那個電磨的部分 也就是說原本就是e-摩托車 或是e-腳踏車 它的腳踏車因為有一些法令的規定 只要跟自行車掛帳邊 它有一些稅率的優惠 所以很早就有很便宜的e-bike的部分 雖然跟我們看到的自行車 現在的e-bike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就像是台灣比較輕量化的 autobike 它是電瓶的 那這塊的市場早就是全世界最大了 所以現在我們拿國外的e-bike寄來 首先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國外的運動 然後而且在單價上面 它是差了至少8到10倍左右 所以它國外的e-bike 還是一個很高端的一個運動 那真的要走大量還是 他們已經有自己的模式 跟自己的車型在做 但是我們還是很期待就是說 現在未來運動自行車 運動的公路車 運動的mountain bike 現在在e-bike的系統都越做越小 而且越來越先進 甚至騎乘的感受上面 因為輕量化 因為系統的隱藏式 會變得騎起來 基本上跟一般的公路車 一般的登山車騎起來 沒什麼太大的區別 所以我們會覺得 e-bike的系列有點像是 過去從機械變速到電子變速到 未來可能大家都有 自行車上面都有一個 輔助動力在裡面 也會變成 我覺得那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它還是會增長 但是它是伴隨著 運動自行車的 那個總量去做一個升級 或是 下一代的變化 但是它不太會是 那種大規模的通行車的 眼鏡 像是歐美 他們大部分 就是載小孩 或者是買菜 就是用e-bike 然後我們在這邊會是電膜 或是 在台灣會是 autobi的部分 理解 剛剛Josh其實分享了很多層面的看法 像是一開始我們有問到 大陸市場代理商的身份 怎麼樣看大陸市場的趨勢 然後再帶到 Josh自己在業界也非常久了 那他是怎麼看第三波的熱潮 以及最後呢 也帶給大家最想要了解的 依化趨勢的走向 最後最後想請Josh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生養未來它 你們會代理什麼樣的品牌 以及你們後續會有什麼樣的規劃 可以趁機跟單車失敗的朋友分享 OK SYB新生養在中國 從2006年開始 我們一直都是代理歐美的高端自行車品牌 像是阿港18 SCOT 台灣的TOKEN KMC KS 然後以及最近代理的 義大利的FuClone品牌 那我們一直在 運動自行車這一塊 包括公路車 登山車 甚至專業的場地車 三鐵車 這部分的佈局都比較全面 那一直以來都是在做高端的運動這一塊 所以我們其實很樂見整個市場在高端運動的認知是不斷的提升 然後消費在自行車的單價不斷在提升 代表說未來其實大家都是在往高端的國際的品牌在做發展 所以我們其實從很早20幾年前開始經營到現在 我們感覺整個市場環境是對我們越來越有利 那也期待我們在這邊的市場 包括上海的公司以及廣東的公司會持續的發展 那也其實也很期待就是說 更多的車友跟我們有更多的互動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廠商 在這邊一起在投入一些自行車運動的比賽賽事 希望能夠讓這邊的車友可以體驗到真正的自行車運動 SYB真的太讚了 除了Jush可以提供給我們他對趨勢面的一些想法 那剛剛也有聽Jush提到後續對於品牌的規劃 然後會怎麼發展 那就請大家持續鎖定單車時代跟SYB 掰掰